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们知道相声他不是只是为了娱乐 他有很多隐喻在里面 甚至隐含很多政治上面的批判 但是我们重点不在这里 我们重点是如何 就是以一个日常生活如厕这件事情 它可以被艺术化成一篇上层的散文 也可以成为上升里面的题材 然后做出这样子一个表演 所以在内容上面呢 其实你会发现现代散文真的是没有内容的限制 第二项特色开放的形式 刚才提到说内容是这么的多样多元 那么在形式上面呢 它也是相对的 它也是多元而开放的 所以散文我们没有要求说 它要跟戏剧一样 你要有一定的形式跟结构 我们也不要求它要跟诗一样 要有音乐性 要有格律 要有精炼的文字 它也不必分行 所以有些诗呢 写的比较散 或者说它利用不分行的方式 它就被称为散文心 所以散文是不被要求这种规律性的节奏音效 然后它也不需要跟小说一样 一定要有一个人物 有情节 有对话 或者你要去追求一个想象的世界 也没有这样被要求 所以 这个研究者呢 会把散文视为是一种水性 就水性就是流到哪里就是哪里 你要写什么 你就选用那样子的形式跟语言去描绘就可以了 好 第三点是流动的结构 散文的结构呢 具有非常大的变通性 像我们平常说诗要圆 小说要演 那散文通常就比较散 甚至你们也可以听过一个很常见的一个比喻 就是说诗像跳舞 散文像走路 所以通常散文是以你写作目的 或者说你要抒发的那个情感 那个世界为终止 你只要朝向它去前进就好了 他在形式上在结构上并没有被要求什么 所以 他比较像是一条河 你会有一个包容它的河床 你也会有两岸 就是那个语言的形式去包容它 然后你会有源头 你一开始从哪边讲起 最后你要讲到哪里 所以你会有一个会归之地 所以他比较像是一条河流这样子的一种结构 你们要记得 这个就是一个证明力所定义的传统的散文 它并不是定论 等下我们会有很多开放讨论的空间 好第四点 通常散文也会被认为在所有文类里面 它的语言是最生活化的 所以散文的语言的重点在于清楚 明唱自然有志 当成他原来的本来的面目 所以呢 他会出现很多 不好意思 因为我的这边跟这边不同步 所以我说话的节奏就有点乱 他最难的境界 就是像花妈一样 他明明讲的是最家常的事情 可是他有趣味 他可能哎哟咖哩没有了 然后可能之后就开始找他的小孩出去帮他买 可是他为什么会这么好笑 那就像刚才厕所的故事 他明明讲的是这种如厕的 这种吃喝拉撒碎的事情 可是他也可以讲到有一种标志的异想 会让你觉得非常有趣 所以他在语言上面 他被要求的是比较生活化的 可是他又不能零碎零散到 他没有重点 或者他没有任何吸引的地方 这可能就是最难的地方 好 刚才是一个现代散文的特色 我们现在来看现代散文的文类界限 在各种文体上面 现代散文其实一直居于一种包容各种体材的次要文类 内容非常庞杂 我们很难在形式上找出统一的要件 所以散文的伸缩性很大 散文的粗味的可能性也高于其他的文类 所谓的粗味是我们今天一个重点 如果第一大点谈的四项特色 是散文本来被界定的那一个框框 那么他如何去突破那个框框 他愉悦他的范围 而他出位的可能比其他的文类 因为其他文类的特征都非常明显 他比其他文类更高 好 第二个我们讨论的重点是 散文通常还会这样被要求 在内容上面呢 他是围绕着作家的生命历程跟生活体验 在风格上面呢 他包含的是作家的人格个性跟情绪感怀 你们还记得我们刚才举了很多例子 所有散文的特色都会跟这个人的文风有关 他所书写的内容也会跟这个人的涵养有关 跟他素来对人生看法是紧密相关 通常我们会觉得那也是他真实的经历 比方说你文乐在写烤乌鱼籽 你不怀疑他吃过乌鱼籽 你也不怀疑他会烤乌鱼籽 我们会等同于那就是他亲身的经历 然后简真半夜起来喂奶 他哭了 你也不会怀疑他其实没有哭 我们会等同于那就是作家亲身的经历 这散文是这样子被期待的 其实就是跟作家紧密相关的一种文类 然后我们今天的主题定为即时与虚构 我就想要从这边去思考一下 即时与虚构是散文其实最难去判定的一种文类特质 就是散文应该即时全然即时还是散文可以容许虚构 传统散文里面 总认为说散文不就是创作者生活的主观心灵吗 然后他以切身的情思所见所闻来当成是一个创作的素材 所以在散文的内容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作家个人的传记资料 所以张晓峰在写他跟他先生的情况 我们就觉得哇好浪漫哦 或者周帆宁在写他的婚变 或者在写他弟弟的事情 我们会觉得哇他曾经经历过这些事 所以我们其实很容易以一种全真即时的角度来看散文 所以有一些散文的研究者 历来散文的研究者甚至到现在也还是这样的看法 就是说描述真人真事是散文的首要特征 散文之所以小说戏剧最主要的差别就在这里 就是他是描述真人真事 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期待 在你之前翻阅教科书 或者说你自行阅读的时候 你是不是等同于他就是作家本人 你也会期待散文其实他就是应该是即时的 小说你会自己让出一个距离来 你会自己去想象 但散文通常我们不想象 我们只是在分享 我们在听别人的故事 在感受他的情感 但是他是真实的 所以散文研究者也会认为说 散文只许艺术的夸张不许乌有的虚构 但调诡的就是所谓艺术的夸张跟乌有的虚构 他界限分明吗 艺术化的过程里面有多少真实可以保留 只要经过艺术化或者文学经营 会不会就有虚构在里面 那先不论这样子的一个界限 散文还是被要求 不可以乌有的虚构 好所以即时性 我的思考就是这样 即时性到底是现代散文应该要有的界限 因为这就是他的文类特征 还是如果界定了这个特征等于是画地制限 所谓的真情真实感情 真情实感 这也可以分成两类的思考 一种是借虚构的事物来寄托真实的思想情感 像陶渊明的桃花园记 不见得真的有一个打鱼人 不见得他真的进了这样一个地方 但是陶渊明借着虚构出一个乌托邦 一个桃花园 他寄遇了他对政治上面的一种想法 或者说他吸迹着有这样一个地方 这样一种生活 但我们不会去批评他 我们不会说陶渊明语不可以这样 既然是散文你就应该写真实的东西 那为什么我们能接受 可是到了现代散文的时候 我们又会直接等同于他是一个真实的 所以就像第二类 借助现实中真实的事物来抒发真情实感 这个是我们目前可以理解的所谓的写实 那我们再换一个角度想 刚才也提到任何艺术化处理 或者任何一种书写 他难免都有虚构 虚构是文学创作的基本手法 为什么只有散文不能分享 散文无所不容许分享这样子的手法 如果散文的叙述者 只能跟散文的书写者叠合为一 那就会大大限制散文创作的发展 散文不断被赋予提债的真 的这样的期待 有没有可能忽略了文学的真 这些就是在刺激你们思考的 谈的是相同的理念 那如果我们说 不仅是在文学上面 在看电影 在看绘画 在看任何的艺术作品 我们说一个艺术结构的复杂 还有艺术鉴赏的深度 一方面取决艺术家用间接暗示的手法 来表达自己的能力 另一方面还要看观者填补被艺术家刻意省略的内容的能力 这是我们第一周所谈的 一个作品之所以可以被鉴赏 绝对不是只有作品 而是鉴赏者你去填补了你的情感上去 因为读者加入这个作品的欣赏才能可言 那相同的理念 如果一篇散文他拒绝了填补 观者之行的填补 那这样子如何读者如何跟他取得共鸣 他写的完全是他自己的事啊 那关我们什么 好所以这个想法用在散文上面是否适用 你在两集摆当之后呢 最后你们可能要整理出自己的看法 究竟散文应该是怎么样的一种表现手法 是即使还是虚构 那下一篇呢我们来举搜索者 搜索者就严肃了 我们要很严肃的来看待他 你们看完搜索者了吗 那你们认为 杨木到底在搜索什么 他要去温哥华岛 杨木不仅是以诗文明 杨木的散文也是现代散文大家 那你可以看到他有很多的作品 很多的散文作品 然后他写他那时候在美国的时候 他是从加拿大那边到乌哥华岛 然后做渡轮 其实这一路上他都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去 他觉得好像有什么在召唤他 叫他要去 但去的过程其实并不是很顺利 比方说渡轮刚走他必须等三个小时 或者整个过程都不顺 可是他总是觉得说我已经不能再回头 而且我既然来了 我就要去找出是什么在召唤我 所以他一路往前 然后再到山上去 然后被大雪封住 下不来 在那一个时候他感受到大自然的某种奥义 然后他后来就心满意足的下来 这样的一篇散文 其实他写的很优伟 他不像厕所的故事写的非常的明白 你几乎每一句话每一个段落你都理解 杨木用的是一种暗示性的 他叫搜索者 可是我们看到的 他好像不是向外去搜索某个目的地 或者某个物件 他比较是向内去搜索的过程 可是他要搜索什么 他透过十四行诗 透过天地这样的某种神秘的启示 透过天气 他好像是要探索关于存在的 什么样的一种秘密 他把自己当成是天地的一部分 而且他跟廖宏基一样 他觉得这个自然其实是有某种的启示 在召唤他 所以他被召唤来以后 他到自然里面去聆听这个秘密 然后穿越了时空 然后他让他的生命本身成为一种搜索 这大概是如果要讲他的主题的内容 大概是这样 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杨木的确到温哥华岛去 这是一个亲身经历 但作者把这样的亲身经历给艺术化 给暗示化 他让读者也进来 读者在读完这一篇的时候 其实读者也是一个搜索者 就像我们刚才以桃渊明为例 桃渊明写了他的桃花园 可是在后世每一代的人 在读桃花园的时候 每个人所想象出来的桃花园 又跟桃渊明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他让搜索者成为一种象征 桃花园也是一个象征 所以每个人在读他这一篇的时候 也许你会思考的是 如果杨木需要是大自然奥义的启示 那我们搜索的是什么 你在你人生的旅程里面 如果你感受到什么样的召唤 或者你不明所以的往什么目标去前进的话 是有什么值得你去搜索 你的目的地是什么 当他把他己身的经历 提炼到一种象征的层次的时候 他就回到我们刚才上一张头影片所说的 一个艺术品最重要的不是他本身呈现的能力而已 而是他如何让观者去填补 他如何开放让观者进来 所以他成为一个象征的旅行 你我也许都没去过温哥华岛 可是在读完搜索者之后 我们好像也履行回来 所以杨木的这篇散文 我觉得他充分的把所谓暗示性的艺术化的 或者这种填补的散文的特质把它发扬光大 这就完全跟厕所的故事是完全不同 那因为提到杨木 我们可以顺带提一下杨木散文的三一律 杨木也许你们读过他十一月的白芒花这篇散文 那可能也读过他一些诗歌 那杨木其实是以诗文明了 然后他也以诗人致命 所以他早期在写散文的时候呢 他觉得对诗人来说写散文太容易了 我早期的时候也是这样觉得 就写诗的人去写散文太容易了 其实就是把明念的东西给稀释就可以了 所以他在早期的时候曾经引用亚璇的话 亚璇是这样说 他说诗人就好像台糖 台糖除了出产甘蔗、蔗糖 他也出产钙片 也出产甘蔗版 当然后来台糖也养猪 卖猪肉、卖胎盘树 台糖也推房地产 那总之就是 他觉得那不就是另外的事业而已 但是 跟着杨木的散文越写越多 他跟着他创作经验的不断累积以后 杨木改变了这个想法 他认为 其实散文必须是一件非常精致的结构 所以呢 他提出散文的三一律 这三一律就是 在一定的主题里面 此幅之内面面俱到 如果你在写作的话 或者我们的助教 大概都可以提供你们这样的创作经验 在写作的时候 你一定要前后呼应 不要有太多不必要多余的东西出来 你前面写到那朵像羊的花朵 你后面就应该要有点温暖的语调 那前面如果暗藏了什么 后面可能就要什么样来做呼应 所以此幅之内要面面俱到 在主题里面前呼后应 然后第二个是一致的语法 因色整齐意象鲜明 所以杨木反对杂乱 既然是一个相同的散文作品 那就不应该前后不一致的语法 或者杂乱的旁枝 第三个呢 是一贯的结构 启程转合无懈可及 他认为散文也要有结构 那我们刚才提到说 通常现在散文的特色不被期待 他要有结构性的 他像水一样到哪里就哪里 可是杨木的散文三亿率呢 他要求要有结构 这个你们可以在写作上作为参考 那另外呢 他还提出一个想法 他认为散文不妨去实验小说 诗歌戏剧的题材 去侵略其他文类的领域 他用的是侵略 而比方说散文要学习 即现代诗的排列组合跟音乐效果 那散文更要重视古人所谈的文章结构的起程转合 破题收尾 他觉得这样结构上才能产生某种的凝聚性 他甚至主张散文可以去学建筑 建筑怎么样撑起他那个主结构 然后怎么样在其他的结构上面做装饰 他也认为散文可以学绘画 我们通常不太重视一篇文章给予我们的色彩的感觉 但是如果我们可以把印象派的那种感觉 然后放在你的散文里面 让你的散文有一种色彩的效果 浓淡的对比 他觉得这也是一种散文的实验 所以他主张散文可以去侵略其他的文类 那你们知道在杨木自身的书写上面 他的诗和散文其实就不断的彼此侵略 到底谁侵略写其实很难讲 我们可以说他的诗侵略了散文 但是他散文又写得太好 所以不妨说他的散文也侵略了诗 他早期有一本非常畅销的散文集 叫夜山散文集 你们现在如果有阅读他的话 大概都会主要以这本为主 那是他主要是高中跟大学时候的散文作品 可是他到了年轮 这本散文集的后继里面 他说我对散文曾经十分厌倦 尤其厌倦自己已经创造的那种形式和风格 就说他在夜山散文集的时候 他把自己定型了 他变成一个浪漫主义者 他变成一个永远的左外野手还是右外野手 他觉得他不再甘于同一种形式跟风格 所以除非我能变 不然我就不写散文 所以一个高度期许的散文家 他不断的求变 到了年轮 我们可以看到年轮 有非常多的诗歌 有小说跟戏剧的叙述方式 他仿佛像一则庞大的欲言 然后句子是断络的 跳街的 独立的 充满繁复的意象 充满想象力 一时连贯清楚 他是散文 可是充满了诗的气质 这样讲很悬 而且很空 你们不知道我在讲什么 我们举一段例子 先是有一群留着长发刺着脚的人 从街的一头跳着舞着 向正男走来 吵杂的同龄声 贝壳撞击声 口琴和屁股声 异像每一个张望的男女的眼神 然后我看到向日葵生长在每一个张望的男女的身体上 迅速的抽牙开花 随着猛烈的太阳稳健的运行 我甚至看到他们三三两两的凋零 落在街道上 一辆警车急忙的驶过 黏死已经死过的春花 充满了象征性 向日葵怎么会长在男女的身体上 而且用一种超越线性时间或者合理时间上面 他们迅速的开花又凋零 然后再被碾过 所以其实我虽然这样念过 但我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你们听我这样短暂念过 你捕捉到阳目到底想要传达什么 对 你可能觉得有画面感 有精彩的文字 有意象 但他究竟在写什么 这跟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些散文的段落完全不同 那些散文的段落他马上清楚明白传达他的意思 所以这名利提的那些建议可能都不适用在阳目的年龄上面 可是这又是阳目非常重要的一本散文集 如果你们要挑战散文的极限可以给他 好 如此说来阳目已经在求新求变了 他认为散文应该侵略各种文类的领域 然后成就一则艺术的预言 我不知道你是否同意了 在艺术上他达到这样的成就 可是在市场上呢 其实到现在卖的最好的是还是夜山闪文集 年轮还是不太有人看得懂 所以提供你们思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